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莓牛 啊,這幾天在玩那個大腿 所以直播必然的時間比較少 不過這次10月1號 我們的核心設施又更新了兩樣新的裝備 一個是我們的營火蟲 再來就是一個是四神之印 這兩個裝備到底需不需要兌換呢? 那請看我們接下來的分析 好,這架營火蟲飛機到底適不適合換呢? 我們直接從數據圖來看一下好了 好,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數據圖的部分 在耐久的部分,它在精疲的飛機來說算是比較弱的 那唯一好的地方是它的攻速其實還蠻快的 那神風傷害是打演習的時候才會用到 飛行的速度其實也蠻快 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的機槍是帶了4x20mm的對空機槍 那在整體的轟炸機來說它的對空能力 就是機槍能力是最高的 那再來我們看它的航彈 它的航彈是帶了兩個1000的航彈 那整體炸出來的DPS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去看最強的轟炸機SB2系來看的話 其實還差了大概有差了1.5倍左右 還蠻多的 對於轟炸能力來說它可能就不是首選 不過呢,這架飛機的好處就是在於它的機槍 它的對空能力是不錯的 還有它在13張擁有比較高的迴避上限 什麼叫做迴避上限 迴避上限的意思就是 當對空使用對空砲的時候 我方的飛機有機會可以閃避掉這次的對空砲的攻擊 也就是不會受到傷害 或是甚至被擊落 不過這個7% 說實在啦 體感上可能沒有那麼 那麼有感 也或者是現在的章節難度 也還沒有辦法讓我們體會到 迴避上限的好處 不過顯而意見的是它的機槍在對空能力 確實有比較好的一個輸出 不過航彈的部分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那這架飛機到底值不值得換呢 以我現在推完史戰章的經驗 其實之前沒有用這架飛機的感覺 其實也還好 那未來我不知道 那這架飛機的好處在哪裡 它的好處可能 就是說如果你需要對空的能力的話 因為恰好你的飛機沒有裝備所謂的戰鬥機 像翔鳳 它只有爆擊機跟攻擊機 那如果你想要有增加一點點對空的優勢 或許你可以換 換一個有對空能力的爆擊機也可以 不過效益其實沒有那麼大 真正要來說的話 其實你盡早把敵人解決還是比較好的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四神之印 這個道具呢 它強化加死之後耐久達到了550 那它的技能是安山級的船裝備的情況下 戰鬥中自身的主砲攻擊傷害會增加16% 然後它的安山級的船 它的全彈發射也會受到強化 就是這樣 那什麼是安山級的船 安山級的船就是 你在畫面裡面搜尋 東煌驅逐 就是剩下這四艘船叫做安山級的驅逐 也就是所謂的四大金剛 長寸、太原、安山、福順 這幾隻叫做安山級的驅逐 那它們的優勢在哪裡 我們可以直接看一張它的比較圖 首先安山級的驅逐艦 它們比較好的地方是在火力 火力方面其實131相當的不錯 而且它算是排第6名到第9名 因為它們四艘船幾乎性能都差不多 那前面的都是一些怪物 比如說拉西還有改造完的2-3 然後像是凱旋、惡毒這些炮區 原本火力就比較可怕 那它們算是沒有改的 驅逐裡面算是排第6到第9的 還不錯 然後比較可惜它雷裝就沒有那麼好 它不吃雷裝 它其實也算是一個炮區 不過它沒有主炮加一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 安山級的船它們耐久都很高 耐久也是名列前茅的耐久 驅逐這個耐久其實還不錯 那再來它們的樹立 基本樹立也很高 也差不多跟改造的船一樣了 那四神之印這個東西一下去 增加它們的傷害以外 還會改變它的彈幕形式 其實已經算是一個0.5的一個精改 紙皮改改造一半的一個升級幅度 一個設備就可以讓它有半改造的一個強度 那安山級的使用方式呢 首先當然是這個安山 安山級的時候 使用安山級初級的時候 安山級的人在命中火力最多會有25%的上升 然後迴避也會增加10% 這算一個旗艦的號令技能 那另外一個長春 長春也有一個buff 就是自身還有北方聯合還有東皇的前衛艦隊 他們的火力呢 還有裝填命中最多也會上升12% 所以這兩個buff疊起來 他們在前排的火力命中迴避 其實很可怕 這疊起來已經跟2-3差不多了 如果論火力上面來說的話 然後再加上它的裝備 它的耐久度也不錯 那另外一個buff疊 它是屬於自體暴擊力提高的一個部分 那太原的部分是自強化 就是我方艦隊有6艘 包含它有6艘滿編隊初級的情況下 自己的火力裝填會最多再加25% 迴避還會再加10% 它是屬於自強化的 如果未來你有6艘滿編的船 你要出山驅逐的話 你可以考慮安山、長春、太原 那太原的火力還有它的迴避會很可怕 可能就已經跟Lafi 甚至超越Lafi的一個境界了 如果你未來也有把3個4神之靈都兌換出來的話 那如果你不想要走太遠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走3個暗山加浮順 不過浮順只有暴擊率提高 如果你硬要用浮順的話 我還不如建議說你換一個清巡 還比較好 克爹級的清巡也可以幫忙坦之類的 好 那至於裝備上去之後 可以提高它們的火力以外 還會改變它的彈幕形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彈幕形式從一般的通常彈 改為這種有顏色 而且 它的彩蛋在每個人 它都有不一樣的顏色 那分別代表它們的 青龍、白虎、竹雀、玄武的一個代表顏色 其實如果真的3個人都裝備一起出去的話 那畫面應該是相當的厲害 所以我蠻期待未來如果3艘一起出去 那個整個戰鬥的場面應該是非常的華麗 好 那一般安山級的配裝 其實就是屬於炮區的配裝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所謂的凱旋炮 配給它是最好 因為它的威力有155% 屬於炮區主炮輸出用的 它加上我們的四神之印可以有額外增上16% 所以它的主炮效率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加上四神之印的時候 已經超越了170%了 它主炮就會很高 已經超過Lafi的一個效率值 那如果再加上它們三區一起出去的話 其實效果會不錯 那魚雷的部分就隨便 因為魚雷它不吃魚的 它魚雷屬性很低 威力也不高 對空就用大範圍 設備四神之印一定的 那要不要加維修或者是滅火器 就看當時你打的關卡需不需要滅火器 來撐減少點燃的效益 最後大家可能會問說 那這個東皇居主有必要練嗎 那練了他們有未來嗎 那其實這個東皇居主 我剛說了他們的素質不錯 性能也不錯 加上這個設備 其實已經算是一個0.5的改造 那未來三區族一起出去的buff 其實也很強 行數也不錯 那可以期待未來如果需要三區族 作為刺猴隊 刺猴隊去做開圖 或是去對錢的時候 他們的行數他們的能力都是不錯的 作為刺猴 那另外可以比較的是 可能你會想到 三區族鐵血其實也可以組三區族 1 2 3 4 6 他們也是不錯 不過他們的火力就不是主炮輸出 他們有靠主炮輸出的2 3 靠魚雷的Z1 然後中和能力還有彈幕 對空都不錯的4 6 其實他們算是在整個 三區族的能力算平均 有對空有魚雷有主炮 而且還有後排的鐵血系列的buff 其實鐵血的三區族是比較全面一點的 那相較於現在東皇也只有4個前排的東皇區族 那後排現在東皇是沒有任何的角色 所以未來不知道會不會再加東皇的角色進去 不過如果你想要做三區族的話 這個加上他的彈幕還蠻華麗的 是可以考慮啦 有愛可以發展 那沒有愛的話 就練鐵血 練叢鷹也不錯啦 好啦 請由以上的介紹 相較於你對這個新的裝備應該有一定的了解 那總而言之 新裝備的那個 螢火蟲其實不用太急的兌換 那如果想要玩東皇三區族的話 四神之隱是必是要換三個出來玩的 那這三區族 東皇可以三區族 鐵血可以 然後我們的叢鷹也可以 馮萊切小隊也有三區族 所以就看你對哪個陣營有愛 其實他們這三區族的模式 現在來說應該算是蠻完整的一個陣容 各有各的優勢 那就看你喜歡玩哪一種陣容了 好啦 以上是這集的介紹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